大家欢迎刷车视频啊 现在时间是7月30号 呃 这视频下时间是1点左右吧 今年就 啊 今年做啊 快点 今天比较早一点吧 这视频这几个视频就讲一下这几个东西啊 一个是smp500的情况 啊 波动 然后在简单开车 今天关注了这个新闻嘛 是这个中美贸易周二在上海谈判 继续 这个是自G20之后 中美双方首次面对面做财谈 面对面啊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然后 现在就说一下 美国公司今年股票回购达到金万亿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幸好吗 等下 跟大家稍微解读一下 就是说 看了这个新闻我就 就 怎么说呢 就对于心理就 就投资方面就更加有信心嘛 有放 就是不是心情 就是说 更放心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 有心里有个有个底嘛 知道目前的情况嘛 也就是这也是 早年这一两年 我为什么说哎 这个 之前我讲过就是说 我买股票 这段时间比较有有有信心 心里有底 因为很多美国公司正在不断的这个 做这个股票回购嘛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股票如果股票如果回购的话 就是share repurchase 这个对股票本身是非常有帮助的 等于说是理论上讲会抬高股价嘛 然后再说一点 目前市场上比较光 比较会谈的这几个新闻嘛 一个是波音 一个是今天 这个打错了 一个是比亚密嘛 这两个公司 我就稍微看看这个波音目前有个小新闻嘛 然后还有就是比亚密今天业绩报告出来 他的业绩报告是比较差的 特别是他讲到就是他准备在 发行股票 新的股票再发行嘛 这个对来说 这个等于说是跟那个股票回购是相反的 他不但没有回购 没有减少股票市场的流量 反而在增加当中 等于说是反作用 那么股票降到非常多 等下我们该看看那个新闻是什么 目前市场新闻是怎么解读的 还有就是关注这两个板块嘛 目前大家应该看到今天的话 任意跟那个 utility 应该是表现的 最好的板块 这两个板块 除了那几个个股 比如像迪士尼或者几个 其他几个个股之外嘛 那么这两个板块是比较最好的 这两个板块 我今天也买了一点 就是aep 你买了一点 这个已经关注了好几天了 今天就除了上周五 开始发挥之外 今天也继续开始发挥了 这两个板块 然后就跟踪这几个东西 在效益在 等于说是要做下更新吧 嗯 对 这样子 其实我想 我想加个fizer吧 我想fizer加一个吧 今天fizer加了百分之三点几 业绩包出来 不过我那个地方 目前也是我比较关键的价位 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 哦 对 基本的情况 然后回答一下这个配票 跟这个algm 啊 这样就align 我原来不知道他做什么 我刚才看了 原来他制作跟 好像跟那个牙齿有关的嘛 就是矫正牙齿那种 仪器等道具嘛 这是股票价格非常多 我刚才有看了他的公司的情况 还有到其他网站找了个 找了一下什么情况 我发觉确实 他目前就竞争对手 再不问他增加嘛 竞争对手 那么有有 有观众在下面下面问我问题吗 就是algn有什么想法 什么看法 就是是不是一个 就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在这个 我会不会在这个角度进场 我带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我先看一下我smb500的情况 smb500是0.13 我们看看在这个地方 目前还是有一定的阻力的 在这个地方 目前是1234第4次 这个地方啊 目前是这个情况 这个地方 对 然后的话有点阻力 但是明显我可以感觉到这个这个 力量是在增加 逐渐往上走 那么 7月31号才有正式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联储局的升息 还是 都说 联储局的 这个利息利率的决定是在星期三 所以说至少明天之内应该来说市场是 我 我还是比较喜欢偏上的感觉嘛 不过 应该来说 高不了什么程度了 如果明天要涨的话 也估计也就在3300左右吧3000 应该是在这个范围中 反正就是在这个附近 3000或者在之前的最高点是哪里 我看看 是在3029 反正就在这附近吧 搞不了什么程度的 但是 对 这是明天情况 我目前看到的support主要还是在3020 这个地方 看看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在这个幅度 这个幅度 然后的话在这个幅度 OK 那我们现在去找一下个股吧 因为目前的话开盘了 明天开盘还是挺顺利的 目前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消息 所以今天的话 日本是 日本那个央行 日本的央行是没有变化那个利率 对 其他的 投面新闻没有什么新闻 看看这个 CNBC的投面是说 第一个是讲到那个 CAPITAL ONE BANG这个DATA BRIDGE 哦 估计 估计要罚款了 然后这里讲到联储局的 降息吗 利率降息 然后这里就讲到这两个主要新闻 一个是比亚密 一个是 公司的这个 上升这个 Ramping out Repers Buyback 其实Repersure跟Buyback 其实都是同个意思吗 他们甚至用那个 用债啊 去借钱去 去这个 去买 去回购这股票 这个是 我个人是其实不太喜欢公司用这种操作方式的 居然还用借钱 然后这里讲到这波音嘛 现在这个 Ryan Aire这个CEO现在就是 发出的警告 向他的投资人说 因为他之前这个航空公司吧 我现在 我等一下 顺序错了 OK 等下去讲吧 先想这个中美这个 贸易谈判的情况吧 看一下 刚才是 新闻在哪里啊 对 是在这个地方啊 目前是在 他们人已经到了上海了吗 两天 这个会议是两天 就是 星期二跟星期三 中国的时间吗 在上海 然后总统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期待 这个是最好的 我 这是我所想要看到 总统千万不要任何期待 没有期待的话 那么就有很多惊喜的是吧 然后的话 目前中国现在是已经有买了 现在我看到新闻是说 中国已经是购买是 先买这个 官媒已经报道 已经买了102万 102万吨的这个大豆已经开始从美国出口到中国了 然后还会买很多肉制品的什么 什么猪肉什么七七八八的很多吗 准备开始 不断的不断的这个 买东西的 然后的话就美国方面 目前美国也发出了一个比较 好的信号就是说 这里知道 叫 Traner has restarted by US Agricultural product 然后 这个美国也讲到这个华为吗 这个你目前是说 这个 Timely licensing decision to allow 所以说现在 我看到新闻是美国这边也开始逐渐 松拔了 像华为松拔吗 虽然说国会有一些人lawmaker是比较 强烈反对 有任何就是 反对给这个 华为任何的宽松吗 但是呢 我们可以感觉我是觉得 这个总统是有很大的权力的是没有办法改了 现在 就像上次的micron已经 micron也跟那个 叶级报告也说过嘛 其实 你这个 即使你像原来那样子 用那个制裁那个华为呀 他照样可以把东西卖给华为有其他的方式吗 之前我有看到一个报道是这是为什么说micron当时 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拼的 是micron是mo还是什么忘记的 我看一下 micron 当时mo的股价涨了非常多吗 大家印象的话这个 一级报出来 因为他们公司说我们 就是已经 有那种新的渠道可以避开 这个美国这边对华为的那个 这个黑名单或者说制裁吗 他们有新的方法 可以用其他方式 我记得好像是说 利用第三国可以直接 把这个产品卖给 华为我记得 大家有 应该 可以回去看一看 那么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哇当时大家就恍然打我原来 还有其他的那个 走小道 就是走后门吗 可以卖给华为的 这当时这个 micron就涨了非常多吗 不过现在就是美国现在更加公开一点 就是说川普是觉得OK的 先这段时间为了选举 我个人看法是为了选举看方便吗 然后就 对那个华为放行的 基本上就是说 只要 不是什么非常核心 非常那种大的秘密吗 核心的技术 基本上那个芯片都没有 可以卖给华为吗 那么双方都释放了一个很好的信号 所以说这个股票的话是非常好的吧 现在就是唯一 我的看法就唯一能够 让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联储局 但是联储局已经讲过 大家都说他肯定会这样 有关系谁说接下来我感觉接下来这下半年至少从现在一直到这个接下来几个月 我看不出市场会有什么那种降到 2000就是能够 能够能够有 10%的回调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几率很低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觉得技巧 这一个应该是在30003000左右反正估计这 这几个应该在这个范围之类吧 可以看到目前位置还是表现很好的 啊估计明天有开盘有可能将到这里吧这有可能发生 这就是这都范围吧这这都范围 OK 我说明天找到这里几率挺高的 然后还有什么新闻呢 看一下是 哦这大家在美国回购这1万亿 我这个新闻也是非常有意思啊我我我比较关注我挺关注这个新闻的这个就是因为对特别是对做 投资方面你准备长线人这是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信号 这个是那个有高盛 Goldman Sachs 这里说的嘛 Share by bear I expect to approach One trillion 这些月 他实际上的数字是说 是 9 是9400亿 将近1万亿的 比赛年就是 增加了13 增加了13 然后呢用现金不断用现金甚至直接用借贷用借的钱 去 这个回购股票吗 嗯对什么情况 好就是这样子其实具体的数据不重要但是我只是想要 了解就是说 我只要 ok 我只要关注他们是有这个行为就可以了啊具体至于自己哪个公司倒不重要就是 这个信号 那我 对做我觉得就比如说对在投资那个那个 那个方向来说我就比较 心里有底的吗 因为我知道很多公司不断的正在 这个抬高股价吗 OK 这是 我对这个新闻对来说是一种信心吧 这个这个感觉 然后下个新闻什么 ok他说一下这波音啊 简单的说一下吧 啊 这个波音的话目前 呃我看一下 这个公司 呃 他定了很多个波音737 max的订单结果现在没有办法交货吗没有办法飞行吗因为 还在这个事情还没是没完没了吗还要等到faa的通过 那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过所以说他这个公司现在说对于他 接下来他说现在 你知道吗 直接要 残缘了 嗯对因为你没有飞机他飞机不够谁说使得他 这个营业额各个方面都下降吗接待客都下降所以说他要考虑现在可准备那个 要开始残缘了 OK OK这个公司说准备是2020年夏天啊他要 他现在预定 expect 58列58架飞机吗 if my world OK 好来说说现在这个公司 现在公司CEO很担心如果这样子搞不好的话接下来对他公司的 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你随着我们我就可以想象这个波音在这个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领导 这个垄断性吗这个很多公司 需要 需要波音不然话没很难很难很难存活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公司叫空客但是 这里没有讲到空客吧 OK这个是木银新闻 那我先看看波音的股价吧波音的话目前是这个情况 还在下降还在下降我一直在等着继续下降吧 看看能不能先到300的300多一点330300其实其实这一代都可以 所以到时候如果见到这里我看看到时候这个股价本身是什么反应 我并不是说马上就买但是我还是要继续观察一下吧 目前就是这个情况的波音 OK在这目前情况 已经降了连续加了几天呢 从我看一下123456已经 已经降了6天了123456哇已经降了6天了 哇是目前还没任何 看看继续 看看什么情况 接下来这一两天什么情况 看看后面反弹 然后再 说一下这个比亚密 比亚密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新闻在哪里 对 这个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 预期呀真的很差原来的华尔街的预期是亏损是 大大高于华尔街的亏损吗原来是我们 20%原来预计华尔街是 8分 结果美股是达到了24分 因为这个 4倍 revenue方面是涨了很多吗 也没有涨多少 是52.5200多万 然后现在涨到 涨到6000多万 大家可以 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比亚这个公司啊 整个revenue才多少 才6000多万 他现在的市值已经他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了S&P500 里面 25%的公司 这是这是多么可怕的那个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膨胀 这个这个膨胀的多么厉害 我 这个是 很夸张很夸张很夸张的就有点像那个 这让我想到了比特币当年达到2万吗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吗 这个比亚密也很类似 这个公司现在还在亏钱 而且关键是你这个整个 整个revenue才6000多啊 你居然能够 市值能够已经冲到了那个 超过S&P500里面的25%的公司 实在是太离谱了 哇这个太夸张 所以说我这个公司是完全完全百分之百不考虑长线的或者投资的完全没有兴趣 短线方面我再看一看吧什么情况 我 我觉得买这个公司还不如去买特斯拉我觉得 特斯拉还我感觉还有 还有点那个 就是那种另类他有那种技术或者说有种 有种 很多粉丝吗有种感觉吗 但是你就比亚密的话 其实我记得是 像那个泰森 其他公司 泰森是另外一个美国很大一个 卖这个肉的吗 肉类公司吗 他也现在开始准备 很多其他公司也 开始做这种类似的产品 就是说这种比亚密这种类似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比亚密真的 真的不好存活啊 不好存活 OK 我们看好他这里就是最最 其实最 最不好的 就是说这个公司在缺钱吗 钱不够吗 然后他现在就是unlust a secondary offering of 3.25 你看还增加了300多万的 血 直接马上瞬间把你股票打下13% 你这个 他是跟 这怎么说呢 这有点像通胀吗 你这个公司股票越发行越来越大 哎呀这个我们看看现在的那个 比亚密的股价吧 此次是一万 一万 OK是这样的14%现在是在191块 我们看看191块什么情况现在 比 比 OK 现在已经长了这样两天了之前在这个地方不错定的地方是可以进场的现在只刚好在这个地方的最上方 这三方这下降下来了是要回到这里 那我看看这个地方的话从这里见到191块也说明天开盘大概是在这里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继续下降吧 如果说要是买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等到这个黄线这个地方至少要等到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 是破不是很厉害我是不会去考虑的 而且这个这个股票的股价波动非常巨大 我一般不在不太喜欢去做这种的 然后的话 对希望这情况了吧 就是 我觉得希望他能够继续建建建建建建到一直建到这下方 OK明天是191 看看什么情况我估计可能还会见到百分之十几二十都有可能吧 OK那我们明天就知道什么结果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191 很容易 被突破了 OK 然后我看看上次的业绩报告涨了很多吗 这是业绩报告就相反了 我不知道 啊我觉得这个这个公司我真的是真的是不会去 完全没兴趣这个这个公司 然后还什么呢 这两个都讲完了 然后今天的话如意跟那个有车体的话真的是表现的相当好吗 啊你大家可以看到降生bxp 对吧bxp也涨了很多了 我都开要不要测了现在我看看什么达到什么程度的今天表现非常 bxp 呃 再放几天吧再放一两天 看看什么情况 现在是业绩报马上出来 这个业绩报我是打算继续留着吧 不 不打算卖掉了 我今天还继续保留着 这个时候 表现很不错这个 嗯还有什么了 vnq vnq也是类似的 bxp跟vnq都是很类似的 基本上是一样但是 对也是这样子吗 继续向上的趋势 还有什么在哪里 ok regn经理表现不好 然后我就不用再说了一直重复 hcp hcp hcp是发炼 h我看一下这个什么情况 hcp 呃是这个业绩报31号 嗯 还行 这个还行 这下 然后是lmt对也是一样的 反正 不要我没有标准一个 暗暗过去 就差不多 我自己 啊算了吗 按着过去 既然我已经写了就按过去吧 可以看到这里 非常明显上升吗 还有就是我今天自己 这个 这个我今天也进场了 是在这个地方吗 不错的经常今天在 中午这时间段买进去 然后本来想再补一单但是 我尾盘的时候涨得太闷了 我看看能不能明天他能够再回调一点 我再考虑再买进去现在已经涨了很多了 这个这个我已经进了 还有什么呢 啊呀对这个没什么变化 这个 urbn对表现得非常好 urbn对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从这里 已经关注四五天了我估计也差不多了 江森江森今天哦江森江森今天不要很早今天我已经测了测了六成了差不多了已经 呃先收完 先收完最近的话我比较小心一点吗因为最近的话很多新闻所以说我今天就 我大概是从这100 100 我是128点多少吗 忘记是什么 感谢 今天我看看今天是什么时候我我什么时候经常了 128.9 128.9 OK在这个地方经常了 128.9G 然后现在这地方今天已经测了也测了差不多了没有就测了就测了六成 最近的话比较小心一点吗 虽然说感觉会还会上升很多但是呢 因为现在大盘是在 这个的超高点吗 超高点的话我所以说我是比较小心一点的一回到这阻力附近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已经开始 在这条阻力现在开始有点反应了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我在想 可能明天就是30号可能开盘 你知道吗 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说 因为现在就最近就 这段时间震荡很厉害就还可以看到 到处都是这个飞来飞去飞来飞去这种情况下我是比较小心 我是说我就其实这是为什么今天我将神经常就已经先 撤掉 撤掉一些 就是这样子可以保证我绝对不亏这张 还有什么呢 讲是ba波音讲过了so对也是一样我就不重复了so 一模一样这个趋势吗这个发炼我最近但是 表现得非常 最近然后是phm什么情况 今天回落一些 发炼okok 发炼啊 这个是我目前个新的关注的地方 嗯 看看这个地方能够能够保留几天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反弹的空间我看我注意一下 嗯对 我还没买进去不过我也不一定有没有买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 目前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教育我在 我在观察当中 啊然后是对回答下问题吧 呃是paypal paypal paypal 看一下paypal怎么拼 呃对今天这个情况然后的话 下降有点多 呃昨天之前我有我有观众 有回答这个问题过吗也是问到这个paypal问题 当时的股价是在这里 是吧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当时我回答是什么我说 我说至少我说我是不会进场的 啊我觉得 从一个risk reward的比例来说一定不是我 不是太好了我觉得 所以说我想再等一等 至少要整 至少至少要降到 113这里附近吗 啊 113这里到时候再观察 那么看到以这个事情来看的话 结果今天我们可以注意到 结果这个这样这样的这么猛已经远远超过 已经超过了我 超过了这个可以这个观察到法 113 这种情况下就已经 啊就不是太好了 已经偏了吗 等于说已经 这里的support已经 已经 已经破了打掉了 现在已经在下方了 这种情况下 要重新评估了 重新评估 呃看一下 注意一下什么情况我现在 这里看看线线上这里 对 这个要我这个股票老实讲我要重新评估了 至少给他 呃两天的时间吧看看什么情况到时候 看这里好像是对 等一等等一等我会我会去 我去留意一下了不过 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打掉了 第一道防线非常重要打击 然后而且今天的交易量也很大 大家看没有经验很大 或者说看看能不能降到105吧 105就更好一点能不能降到105 OK 现在的话就继续观察已经突破这个关口 那我就现在已经完全不考虑买了 继续观察 是现在是algn algn algn的话我刚才有看到一个公司 在 谷歌上面看嘛 他说现在有不少的竞争对手已经开始杀进来了 那么 我们来了解一下 而且这个公司2017年长得太离谱了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回到这个项目对合理的价格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 我看到他最近在2019年的 当时的12月的股票 大款价那段时间 他最低的时候降到了多少 我们看看 180块 现在的话是196块 要不要再等一等 我觉得 我个人是不 如果是我现在手上有空位的话 有有有cash的话 我是不会 我是不会进场 因为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给人感觉是有那个 有买家进来 但是 因为他有可能降到 190的support是吧 也有可能降到180 那么现在此时前科我更喜欢去做那种比较简单容易的单子 像那个ray跟那个utility这两个 板块我更喜欢去做嘛 这个东西的话是属于那种 去接盘吧 这种东西不好做 而且他可能还会再降 目前还是不断的 这个线上红色一直线上走嘛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谁说 我个人是不太用 以我的操作情况我是不太用进场的 对还有什么呢 都讲了吧 OK 啊所有的提到了 vnq nb ok amp对好 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收看 然后的话喜欢点个赞是吧 然后有 呃有期有有有有机会的话分享出去 然后的话 还没一句低着那个订阅人记得点下那个小铃铛吗 OK 然后就讲到这里吧好谢谢 还是点呃还没订阅的话考虑一下点订阅对好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聊吧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